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6世紀的這個Montanier 他是貴族出身 因為大家知道有這個Betite 這個我還蠻得意的告訴大家 有這個Betite Michel de Montanier 有這個Betite 就是Montanier這個省裡面的 比如說Stéphanie 摩洛哥那個公主 很漂亮的公主 摩特爾公主 他的名字 他的姓就叫做Stéphanie de Monaco 就是Betite 屬於這個 就是他獨一無二 這是貴族姓 那個Betite一定是用小寫的 所以他們這是貴族姓 那在父親的金星條 他從小養成講拉丁文的人文訓練 這個就是說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教育的訓練 確實是蠻貴族化的 很多人來到大學不瞭解 如果你到那個 就老師講個人的偏見 大家認不認同就看自己 如果你到那個普通大學的話 他沒有這種精英教育的期待 那我就不表達意見 但你如果來到這種第一志願這種大學的話 你在整個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你要記住一件事 就一定要脫胎換骨 尤其是家裡的這個文化本來不高的 到了受教育的過程中 要想盡辦法脫胎換骨 這一件事情 在台灣一般人很少人注意 但是因為我在歐洲讀書 我認識的朋友 很多人都是貴族開珠寶店的 因為我法文流利 所以我對這些事情 我把它細節告訴你們 這個脫胎換骨的過程當中 當然都有很多有操作的空間 但是這會告訴你說 這是代表你的教育的價值 所以我們常常講到 歐洲的貴族式教育的話 大家有一種錯 覺得他們養尊處幼 你錯了 絕對不會是富二代 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嚴格的語文訓練 就是說在歐洲的話 就是受教育當中最難的教育 因為大家都知道數學教育 對數學好的人來講難不到哪去 可是語文教育 像在比利時到了今天 中學教育分一組 一個叫Mathematic 另外一個叫Lardin and Greek 那男的是Lardin and Greek 大家知道在現代 要學這個拉丁文跟希臘文的困難度 所以這個是歐洲教育中的一個理想 這是法國教育 就是他是波爾多士的市長 所以德莫丹尼爾 我以這個不采淺漏 我以我對於法國的認知 跟大家上一場這個 法國哲學之所以能夠值世界哲學發展的紐爾 對莫丹尼爾這個人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 他的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哥斯里士 大家知道如果你有學法文 但是因為法國最近鬧的恐怖分子太多 大家對法國失去信心跟我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有學法文 在法文當中他有一種小冊子 Panfit 很小冊子 賣很便宜 大概三四塊五塊歐元的書 所有的題目 所有的題目 你能夠想到的題目 包含台灣在內 就是整個系列叫哥斯里士 大概有幾 恐怕上萬本都有 這個就是哥斯里士這句話 就是莫丹尼爾講的 所以說這個整個國家教育文化的進步 是有一群知識分子 專門針對平民寫各式各樣的題目 比如一些椅子、手、指甲、化妝、紅酒 通通都有 不會超過一百頁 小小的書 插在口袋裡 叫做Pocket book 讀完以後也很便宜 可以丟掉 但是裡面的話 所有的題目 他們的整個系列名字叫哥斯里士 所以我能夠知道什麼 所以這個是莫丹尼爾的一句話 好 那莫丹尼爾的著作就是Esses 大家一講到莫丹尼爾就講 你在那個現在的Google一顧 Esses有英文本 這裡頭的話 他這個Esses寫的是短文 沒什麼系統 但是他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他超前時代的思維 所以在今天看莫丹尼爾的東西 你感覺到特別熟悉 因為超前時代 所以在16世紀、1580、188年 還有1595年出版過三次 有一次是死後出版的沒錯 然後對於論文 我把它翻譯成了Esses 這個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Esses是論文沒錯 但是Esses其實是短文的意思 這個整個書就是 它一直不斷地改寫 所以說就是對於生活上的一個反省 不追求系統性 那這種寫作的方式 因為沒有固定的系統展現 確實在這個蒙田 我們通常叫蒙田 在寫作的過程中 展現他的一種思維上的一種才華 能夠適應非常多風格的寫作方式 我今天把蒙田當成我們懷義倫的重要哲學家 是完全是當代的一個認知 在傳統上 蒙田因為寫了Esses被當成文學家 使得這個絕大多數人刻意的 刻意的 故意的 故意忽略了它 是一個對西方文明提出深刻批判的哲學家 提出深刻批判 你知道他批判什麼東西嗎 你看在16世紀的時候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100年後 100年後 到了1592年的時候 開始 西班牙每一年固定有兩班環繞世界的船隻 這個世界發展之快 然後這些所有的傳教士 商人 水手 探險家 一直不斷地把世界各地的情況送回歐洲去 原來歐洲人完全不能夠理解世紀不明的地區 人怎麼活的 原來歐洲人根本就到了非洲 看不清楚星星跟黑人的區別 一個有毛 一個無毛 不知道這個差別在哪裡 那時候很多傳教士送回來了非常多的資料 對歐洲引發了不小的震撼 不過在中世紀尚未結束的時候 大家用一點基督教的神學思考來思考 基督徒會 或者歐洲人會採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看待他們發現的新大陸 其中包含了我們 就我們是不是人的地位 我自己在歐洲讀書的時候 歐洲人一看到我還把眼睛拉起來變很小 認為我們是一種外星人 眼睛很細的 我在1983年到比利時讀書 他天天碰到這種現象 所以你要瞭解到這個歐洲人的驕傲到一個什麼程度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團結對抗歐洲人 比如說 你們根本就失去了那個被歧視的時代 沒有辦法 你們語言不會學得像我們這一代這麼好 我們被歧視的時候 我們要努力 而且為了歧視還要招呼老外吃飯 我們在餐廳要招呼老外吃飯 我們懂得喝酒 跟老外聊天 談酒什麼的 見識比較多 我們心甘情願當奴才的日子 讓我們語言進步 所以看到買辦 買辦英文都非常好 那跟我這種法級買辦 那就是 就是這個時代 像你們現在不吃氣的時代 因為我學你的語言幹嘛 浪費時間 對不對 我會聊天 看漫畫多好 我從日本剛回來 日本人一聽到你跟他講英文 腳都軟了 嚇得要死 還是老的人還不錯 就是因為生活上有一種compleasancy 英文有一個字compleasancy 自我滿足於目前生活的狀態 這個字翻譯得很長 你就不會想到就是這個 make an effort in order to overcome something 你就不會出現這種感覺 所以你看第一個蒙田批判對象 人高於動物的觀念 這個在整個聖經當中講的就這句話 批判 很難得 第二個 歐洲人高於野蠻人的觀念 批判 這個很難得 eurocentrism 大家知道這個歐洲人 我那天在瓦塞塔大學的時候的15樓 他們這個叫做大衛會館 很難 這個最高的地方 我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看日本人的歐洲話有多成功 Europeanization 你站在那個15樓吃飯的地方 你隨便看 然後跟人家講任何地方拍一張照片 說這裡在蘇黎市 沒有人會反對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他那個歐洲話是成功的程度 只有瑞士可以跟他比 德國 瑞士 德語區 奧地利都不行 所以說這個歐洲人高於野蠻人的觀念是很自然的 因爲什麼呢 因爲對歐洲人來講 他們的生活上的細節遠遠超過我們理解的範圍 故意的 是故意的 都是故意的 都是故意的 然後理性是普世標準的觀念 這四點越講越重 理性是普世標準的觀念 爲什麼呢 爲什麼理性不是呢 請大家注意 爲那是你的理性 你的rationality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種理性 在這個地面上不可以有任何東西 永遠是乾乾淨淨的 這個台灣就是學日本學到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大陸不學 所以這個差別就很大 這真的很不一樣 可是我原來來自我身上的家庭 我就沒有覺得什麼東西都要 非常乾燥 很乾 或很乾淨 或什麼的 我不是非常懂 這在學習的過程 學習的過程 但是人家注重乾淨的人會告訴你 這個叫理性 其實我講一個電影 我講一個電影 你們大家都很喜歡 那個 那個魏德聖拍了那個賽德克巴萊以後 他讓自己的這個立場陷入一個矛盾 因為你看賽德克巴萊出現一個超級大矛盾 首先的話 你會對原住民產生同情的感覺 你會覺得莫娜魯罩非常偉大 最後你會發覺 其實除草這件事情的話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問題是萬一你是被除掉的那個人的話 你會發覺這完全不可以理解 譬如說你的頭擺在我們桌上證明這個人長大了 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野蠻行為 不理性 日本人來的話就是推動現代性理性 這些人的話 與其活著還不如死著 乾脆用毒氣把你全部處理掉 免得麻煩 大家現在發覺現代性理性的這一件事情 在Mondaniel之後才發覺說 我們對於理性可以做個定義 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維狀態 否則的話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種哲學素養 你現在上了懷疑論以後 你再去看賽德克巴勒一遍的話 你就會發覺為什麼他要拍那麼長 這個電影又臭又長 對不對 本來畫這個電影的話改成戰爭片 對不對 叫做我們講野蠻一點 三地戰狼 兩小時拍完了 故事很簡單 就你壓迫我 我要反抗 反抗最後我不行的話 我不要命了 就這麼簡單對不對 為什麼要拍六小時 因為他一直要琢磨那個現代性的問題 一直在討論那個現代性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這件事情要同情 所以我覺得 這個電影的哲學不行 這個電影的了不起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把這個問題整個交給觀眾自己做評價 但是我一個哲學家的眼光 所以你會發覺很奇怪一件事 在拍的過程當中 雷聲大 雨點小 事後沒有一個學生在談這件事情 沒有人會講到說是很激動的時候 說你看了賽德克巴萊 你就知道你現在在幹什麼 沒有人講這個話 你看《悲心城市》你就知道 你看《回家》拍電影的話 所以我覺得 寫劇本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個哲學問題 為什麼 它裡面涉及到了理性的選擇 whose rationality and whose choice 像我家裡住的地方叫木柵 為什麼叫木柵 我們那邊就有一塊悲血的 康熙年間的時候 凡是 還好我是道南橋靠政大那一邊 是屬於原住民住的區域 晚上就會有人頭被摸掉 為了作為成年理 所以大家就弄了一個木柵 擋住原住民那邊 然後就是到那邊範圍 寫在那邊你不信我帶你去看那個碑 所以說這也說明了什麼呢 這也說明了rationality的問題 是一個跟大家每一個人切身相關的問題 你比如說 像我 我一直不斷地在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檢討 我在日本住在非常高級 人家一般人講你去日本玩根本見不到教授 我說教授租房子帶隊 跟我介紹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一開始就抱持著一種抗日的心情 在對抗日本的理性 這完全是學的 這是模仿什麼的 這一直不斷地告訴自己 理性有很多種 但是我後來一住在那個房間裡頭 一摸到那個床單 一摸到那個浴室什麼的 馬上心就軟了 馬上就歸順了 它有它的說服力 因為你們一般來講的話 不可能住到我們那種等級的了 但是 這個理性確實是一個選擇的結果 而不是天生的理性 沒有人帶著理性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說 大家把這個蒙田的作品 因為它批判這四種觀念 對很多人來講驚世害羞 16世紀 come on 16世紀的時候 他在討論 整個傳教士的話 他還搞不清楚 他們遇到的非洲 到底有沒有人的問題 我異國盧梭的論 人類不平等起源 他 烏洲人很認真地討論過 新興分有毛的跟無毛的兩種 或者說倒過來比較 人道主義的認為人有兩種在非洲 都是黑的 不過有毛的跟無毛的黑人 所以他弄不清楚到底誰是動物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也可以了解 你可以了解就是說 我們還好沒有長得很黑 但實際上的話 這個到了中國 他們也是當成動物園的心情在看 所以他們認為它是 frivolous subjectivism 是種無用的主觀主義 是種主觀的表現方式 那麼自由判斷的哲學 這是蒙田最重要的特色 同學們有空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透過網路 隨便挑essay裡面 三本裡面隨便挑一篇文章來看一看 然後想的這是16世紀 然後說有一個大放厥詞的哲學系老師 曾經講過理性本身是一個選擇的結果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觀念在目前為止非常重要 這個觀念在目前為止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講說到底是本土化還是國際化重要 弄不清楚的時候 理性的選擇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 你自己先做好這個選擇 然後你就知道你存在的價值 好 那麼反對中世紀的理論傳統 這是多瑪斯學派 這個我不多介紹 府人大學強調士林哲學 就是多瑪斯學派 多瑪斯學派裡面主要觀念就是 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偉大的系統哲學 像科學一樣的哲學 跟基督教的教義結合在一起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證明的 連上帝的存在都是可以證明的 那麼就是這個理論的傳統結合在一起 蒙丹利亞的觀點 在批評多瑪斯學派的時候 就是現代性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任何理念的證實 證成 都必須要納入日常生活中的理由 不能夠完全採取形式上的論證 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種形式上論證 比如說數學上的證明 在現代來講 比如說我跟大家強調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在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講規矩 講道理 像我們這個科幣市長的講法 這是典型的用規範性的思維 來命定日常生活中的轉變 我覺得做得最成功的應該是日本 那個沒有話講 所以你到日本千萬不能夠領日本人薪水 你一定要領觀光 參加觀光團 自助旅行都稍微差一點 觀光團讓你隨便亂搞的同時 你知道這個是假的 但是你展露出來的享受是真的 如果你領日本人薪水 我領過日本人薪水 哇 進入日本的工作系統 壓力超大的 雖然薪水很好 但是他給你的壓力非常大 而且那種壓力是 所有人都遵守 你不能不遵守 你只要有一次不遵守 大家都看不起你 Despise 會認為所得 連包含生活中的細節 像我這次 因為我比較有經驗 所以我看到我們台大的老師在報告的時候 我時間超過 我就馬上跟他打手勢 日本人對於時間是非常重視的 你超過 又沒有人叫我下來 我說你等到日本叫你下來的時候 過兩天軍閥就來了 幾次以後 他就絕對拒絕往來戶 不會理你 他不會當場讓你難堪 他會讓你終身痛苦 這是他的理性規則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日本人是用他這種潛規則 這種規則規範來要求人 跟我們一般生活當中 我們生活 你看這個 因為我們上課 態度 吃早飯 心不一剔的 玩來玩去 沒有人帶書 老師要你讀什麼 有空就讀一讀 沒空就不讀 大部分都沒空 就沒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呢 因為便宜 學費幾乎是零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就無所謂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解釋 就佔據了所有的規則的應用 非常大的一部分 所以中世紀的哲學 多瑪士的哲學 所引發的這種科學神學 神學科學 那莫德安尼亞最重要是對於科學的批判 他這句話講得太棒了 因為我在台上原來是教科學哲學 他說只有科學存在 沒有科學這個東西 科學存在就是說 我們感覺到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朗朗上口談論科學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科學到底是什麼 就像我們談論孝道一樣 人人都會談到孝順的重要性 但沒有人可以定義孝順到底是什麼 所以亞洲科學不足以成為真的科學 讓我們相信它是真的以及理性的 為什麼集合學會有這種錯覺呢 因為集合學是數學 數學的特定就是我們假設公理為真 我說句良心話 我們大多數同學都是 學的科目是跟數學相關的 大多數 大多數 少數幾個 像歷史系的比較 也算是相關 因為現在就有一種數位的大數據的歷史學研究 也是跟數學相關的 但是請大家注意 解合學為真 就是公理 假設的公理為真 經過推理得到定理的這一件事情 只有在大學校園內有用 出去在社會中是沒有用的 跟你生老病時 這個愛與情仇都是無關的 都是無關的 所以說這個莫德安尼亞在16世紀就提出觀點 這種信念使得原本我們應該自由的科學變得不自由 迫使我們正成我們所繼承的信念為理性的 並且讓流行的信念成為真理 這三點批判多麼具有現代性 你們看一下 我們停30秒 大家看一下這三點 靜靜想一下 我看每一個人的神情 看30秒 還有20秒 這三點 哪三點 自由 理性 真理 是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三點 其實它的基礎都有問題 還有10秒 你馬上要發表一點高見 講得出來嗎 你講得出來道理嗎 自由 理性 跟真理 這個都是我們假設為真的 好 時間到 大家看到沒有 你看這三點以後 你有沒有強烈的現代性的感覺 有沒有 幾乎進入快後現代的 你學什麼的 農經還農化 旁邊冒出來一個農化的 你是學農化的 認為自己的學科偉大到處宣揚是好的現象 你不要臉紅 你說一看 你讀這三點後什麼感覺 農化系的 什麼感覺 你看不看得懂 你也看不懂就表示台大的教育失敗 你也看不懂就表示台大的校長在整個教育政策的引導上來講 讓學生沒有感受到現代性的感覺 我為什麼有感受到這句話 我跟你講 我們的課當中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是錄影的 流芳百事 永垂不朽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這三件事情 自由 理性 跟真理 在整個現代性中最強烈的都是一種批判的思維 這批判的思維是你講的自由 比如說各位同學你想想看 你在台大讀書你選擇科系 你自由嗎 你一進大學之後你講考到台大的恭喜你 然後你考進了理科還是文科 一講說文科 沒關係 慢慢努力還有前途 為什麼 還可以轉系 理科以後人家再問你 你是應用的還是純科學的 我想說我是純科學的 我是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的 大家又來了 慢慢來你還可以轉系 像這個同學他讀的機械 態度就不一樣 他沒運過這種問題 大家一聽我牛逼 了不起 了不起 為什麼呢 可以應用 應用什麼呢 可以找工作 找工作 所以學會數理化不怕沒工作的這種想法 你認為我們在大學讀書自由嗎 你認為我們自由嗎 我告訴你 我們系上裡頭 所有的好老師全部是原來工學院的 他們發覺他們喜歡的是文史哲 他們讀完畢業後 我把畢業證書交給老爸以後自己跑出來了 學電機的 學物理的 學電機的 學物理的 學機械的 學土木的都有 資訊 還有資訊 偉大的資訊系 然後理性 就不要講了 剛剛你們講過了 真理 那更不要講 我們整個課程就在懷疑真理 透露了什麼 你看到這三個詩 這30秒鐘 強烈的現代性 可是不要忘了 這個種子是在16世紀種下去的 我講得這麼重要 我說你不自由 沒有人反對 我說你不自由是對你羞辱 你知道嗎 這個號稱全台灣最自由的大學 我說你活著就是不自由 你有沒有人反對 說說看 你有沒有看到這三點 16世紀的人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覺得才能要自由嗎 科學的選擇自由嗎 你覺得自由嗎 你是我們學校的嗎 是 你覺得 算了 那個 還是蠻自由的 這個 好 你覺得 我剛剛講的你聽得懂嗎 可以啊 好 你哪一系的 財經系 好好好 非常好 對 你這是未來 你知道嗎 你是未來 財經就是未來 有空的時候你來 我告訴你為什麼你是未來 好 好 同學知道這個重要性 所以說這個批判式的判斷在這種傳統思維下變得消聲匿急 在傳統思維下就沒有批判式 所以我們做的懷疑論其實是在鼓動這種孟丹念士這種想法 他要求一種思想歷程不受任何外在原則的牽制以自由判斷為主 所以我特別用紅字把它標出來 這真正的自由判斷是一種什麼呢 就是一種歷程 所以說跟我們在這個課堂當中所講的東西大同小異 那麼蒙田的立場超前於他所處的時代 是我一直想要強調的重點 那現代世界的科學一直到蒙田才算完全脫離了中世紀的思維 這個是我們在整個上課的過程中 要讓大家強烈的體會認知的部分 所以說花很多時間講解 來 我發揮一下我自己的一個認知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我非常有把握的知道同學們對於學習的興趣沒有很高 對於這個教育的目的不是很了解 甚至於對人生的開創上來講覺得有一點迷惘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有邏輯聯繫關係的 首先 首先如果說你進大學的選擇 給你附帶的條件、標準 假如說我們迷惘於競爭的邏輯 那你就來不及選擇 所以競爭當中最大的一個功能就是 在淘汰80%人的情況 甚至90%人的情況下 剩下10%人他根本來不及思考他自不自由的問題 可是很不幸的也很幸運的 很幸運的是朱衛剛好就是非常確定的屬於那10%的人 所以你在胡搞亂搞 你都是屬於這10%的人 所以這種原來體制上的設計對你來講不構成 對於放棄自由的必要條件 那你存在的充分條件讓你 當然是追求自由 作為一個人你不追求自由的話 所以因為你一個充滿追求自由資格的人 活在一個 並不怎麼自由的環境裡頭 你就開始產生一種對教育的迷惘 你就對於學習上的熱情 不是你自己要的 即使我講的東西非常有趣 所以我今天早上起來備課的時候 下了一個志向 我以為把我所有教的課全部寫成書 我應該要 因為我有影片 有上課內容 還有有書的話來搭配起來 我自己 我怕我將來忘了 我就知道我大概要寫什麼東西 我寫成書的目的 我要告訴人家 我想要把我個人的一個理想 跟大家做一個公開的驗證 你在學習上 你在這個求知的過程中 你對於你前途上的安排 如果是你自己的選擇 然後我們這個社會獎勵這種 有自己判斷 自己選擇的人 你就會了解做這一件事情的價值在哪裡 你就會了解做這件事情的價值 就是說你現在做這種事情 如果不是你完全自由的情況下 你就不會真的了解做這件事情的價值 比如說大家會相信一種就刻板印象 會認為說學文史則就沒前途 學應用科學的話 就是前途發光 發金 發亮 的這種想法 一旦籠罩在你的心靈中 你第一件事覺得其實我並不自由 所以像我為什麼 生氣勃勃 精力無窮 你問問我們助教 我比小伙子還有幹勁 他非常了解我 我們太熟了 小伙子沒有像我這種拼勁 關鍵什麼的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自己選擇 不管多荒唐 有人認為荒唐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都是我自己選擇的 因為我自己選擇 所以我甘之如意 非常有幹勁 很多人看到我這種幹勁 包括我們系上的同事 一見我面都佩服的不得了 因為他們知道在台灣看到我的機會就幣不多 就是整天都飛來飛去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你不累嗎 這種人聽完以後我仰天大笑 不是大叫 是大笑 開玩笑 我自己選擇的結果我當然很高興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告訴大家說 要超前思維 不要被外在的環境限制 大學 大學原來就是一個現代性最強的環境 我們大學中唯一就是除了房子沒改以外 我們的內心中 從中世紀的多瑪斯學派到現代主義的興盛 這個轉折很重要 你在台北也看得到 輔仁大學是多瑪斯學派 台灣大學是日本的那種德國學的教育制度 新的這種教育制度 學了美國的通識教育等等等等 就是我們追求現代性的 好 那麼因此對於蒙田而言 哲學就是教育 同學們就了解 為什麼我們說哲學就是教育 康德的哲學就是一部 教育的歷史就是道理在這 為什麼 你透過思想上的啟蒙來讓你自己能夠因此而獲得啟蒙 我們說這個啟蒙的時代沒有用 我們說這個國家是啟蒙的國家沒有用 我們說日本人是最進步的國家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什麼時代 什麼國家 什麼社會 每一個東西只有個人 同學知道嗎 等一下我們有註教時間大家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只有個人 而沒有什麼這種集體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只有個人能思考 集體不能思考 只有思考的人才具有被啟蒙的機會 對不對 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 想一想 想一想 如果有必要 來 你說 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說那18人沒有思考自由的時間的原因 你說什麼 這個意思嗎 因為那18人沒有思考自由的時間的原因是什麼 你是考過大學聯考的還是說是喬生保送的 考過大學 好 大學聯考難不難考 你考到這個農經系嗎 大學部不在台大的 好極了 那更好 大學好不好考 不是學測本身 擠進台大容易不容易 擠進台大undergraduate容易不容易 你看 很難 所以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要用功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用功的話就去讀中華科技大學 再強調 這是一個propernet non-ntu就是中華科技大學 propernet 你要走就去適當名 也因為這個情況下 沒有擠進台大 是不是人格就低一層 你跟我一樣都是非台大的undergraduate 當然了解 你自己 不是誰 誰敢講這種話 誰敢講 對不對 我有沒有講 好 什麼好像是 我們這課沒有好像是 這就不自由 你整套的制度設計 要我朝這個陷阱裡頭一步一步走 最後我還因此而沒有成功 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從小在政大長大 政大的學生一看到講 一看到我到政大學演講的時候 政大學講 哇 台大老師來了 然後會講說你們政大學生知道嗎 政大學生比台大學生還好 每個人都笑咪咪的 為什麼 這是制度限制的 但是有一種人 我跟你講個實例 這種人是自由的 有一個學生 我記得很清楚 他長相我都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是這個台北某一知名補習班的照片人物 他跟我熟起來了 他是法律系的 他是建宗的時候 他當時的 基本上就是狀元那一集的人 然後他說對於這個讀法律有點失望 所以都沒有上課 那我說你都沒有上課的話 那你接下來幹嘛 他說我要轉系 轉什麼 他要轉資管 那我說你都不上課 都沒有成績了 你怎麼轉資管呢 他說老師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轉好了 我說什麼 沒上課怎麼轉好 他說我又考了一次大學聯考 又考了一次 然後我只填了一個系 然後就考上了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游刃有餘 如如無人之敬 給我一學習 其餘免談就來了 有這種人你知道嗎 這種人叫上帝的gift 但是這種人有他的缺失 缺點我不講 太多了 搞不好我們本來就有 我不講 這種人人生面對的挑戰太多了 但是他在這個社會體制的涉及下 他是絕對自由的 然後他來了以後再發覺 他雖然個人的心靈是自由的 但整個體制的不自由 讓他感覺到學習起來沒有興趣 這就是我的邏輯 聽懂了沒有 對啊 像其他的這種原來大學部就是進來 像這種 沒有就是一下子 人家就請你來台大讀書的人 動機不強 動機不強 摔過跟斗的人才會走路 幹過壞事的人才知道什麼叫好人 所以我的失敗是我的成功的基礎 一般人沒有 很起早八道的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少年得知 你想想看如果你大學摔一個跟斗 像你現在學習的動機就比較強 你會發覺說 哇塞 那個台大到底怎麼回事 把人才搞成庸才 像我這樣子發光發熱 對不對 你心裡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人家你進大學門摔了一跤 你將來一路上讀 你不信的話拿出來看看所有的天之交子 其實最後發覺都是大歸比佳 就這種感覺 對不對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我要講的 哲學就是教育 你知道嗎 我們的校圈應該改了 什麼敦品力學愛國愛人 亂七八糟愛哪一國都不知道 我們應該改成哲學就是教育 懂不懂 那我們系上應該 行政事務費應該加十倍 對不對 整個修的要按照五星級飯店來重新包裝 因為哲學就是教育 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形成判斷跟評價 所以哲學最主要工作就是判斷 這個觀點使得蒙田哲學具有革命的意義 提出自由判斷的結果 哲學如果沒有跟樂趣結合就是空的無用的 請同學仔細看最後一句話 五秒鐘、四秒鐘、三秒鐘、兩秒鐘、一秒鐘停 哲學如果沒有跟樂趣結合就是空的是沒有用的 這是我的人生觀 將來我的木字民你記得 捐錢刻上這段字 刻在石頭上都沒關係 就是要這段字 哲學一定要跟樂趣結合才有用 很偉大吧 上課上到把木字民都講出來了 我覺得還不錯 好 那麼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哲學應當從事於做常識性的判斷 這是對的 所以我們很多的判斷 很多人會覺得哲學家為什麼喜歡唱反調 然後任何想法都是跟人家語眾不同 最主要的原因是哲學家有這個特權 他就是常識性的思維思考 你在做工程的人的話 做工程的人他不能夠出錯 你知道嗎 那高鐵 什麼橋樑 或者什麼隧道 他絕對不能出錯 那種不能出錯的壓力非常大 哲學追求的是樂趣 對不對 所以有助於我們知道判斷的弱勢 也有知道判斷的優勢 那這兩者之間都有一種差別 那蒙田透過寫作實現這樣常識性判斷 也使得個人主義在哲學中的進步 成為一項具體的指標 展現了主體性的重要性 主體性 同學們切記切記這個事情 subjectivity 主體性 我剛剛講的所有的東西 談論到自由很空泛 但是主體性很具體 為什麼 就是說你做這件事情當中 是聽到別人把你當成一個課體來對待 還是你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個主體來對待 這個話聽起來很philosophical 但是它實際的含義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在規劃一個大學 我們把每一個大學生 比如說我們設計一個宿舍 讓我們假設每個大學生都是一顆球 怎麼樣的話讓宿舍塞下最多的人 我們把每一個人需要的空間計算好 是算得出來的 那可是就有一些怪的學生 他說我環境不好 但是我要一個人住 我沒辦法跟別人一起住 的這種人 這種人它有主體性 或者說我要出去住 我不要住宿舍 大家要了解 每一年我都受到學生的請託 或是受學生家長請託 有一種人要住宿舍 還有一種人他不要住宿舍 抽到的人的話有的人不要住 沒有抽到的人想辦法要住 差別都非常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我們在鼓勵主體性的社會環境當中 所以這是現代性的思維 你有自己做判斷的依據 不要跟人家住在一起 或是要跟人家住在一起 總而言之都不要被別人規劃 不要被別人當成課題 要自己做自己的主體 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跟見解 如果說 我們這個課程內容當中 面對面講 沒有一些別出心裁的部分 沒有展現老師主體的部分 完全是網路教學 事先錄好 大家看以後先預習 然後來了把課本內容再看一遍 回去以後再看第三遍你就記住了 你認為這種上課會有效果嗎? 有一點你很難接受它 為什麼? 你會發覺根本都是可以重複性的東西 沒有特殊感 為什麼要有主體做判斷的基礎? 因為主體有特殊感 主體所接觸的每一個時空的任何一個片段都是最獨特的 你們看到我親自在這邊現身說法 那就是unique 不管我有沒有成就 這是我獨一無二的東西 時間過了就沒了 對不對? 所以主體性的重要性 在蒙田的整個哲學的發展當中 這懷疑論 它以主體性作為懷疑論的基礎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好 那麼主體性的發揚是中世紀哲學之後 非常重要的觀念 這個剛剛上一堂課講得很清楚 這個同學們要了解 非常抱歉講 因為我的思想是很系統 而且非常連貫的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從頭聽到尾的話 中間很多地方我是很難再重複的 但是我希望同學們誠摯的相信 我是把這個非常不一樣 而且很重要的東西說得盡可能清楚一點 那麼我們這個蒙丹尼亞還有一個鐘頭 這是蒙田的課 我們在這邊介紹 最重要的是主體性使得一個人成熟度 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是人人都想要複製的對象 幾乎是一個完全無法達成的任務 這個意思是說 我剛剛講到主體性跟自由 跟理性跟真理是其實相關的 對不對? 自由 理性 真理也是我們這場課 這門課所要著言的重點 可是人有沒有辦法真正達成絕對的主體性呢? 答案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不能夠過著離群所居的日子 不能夠不考慮他人 不能夠完全從自己 總之哲學是沒有辦法 普遍的 客觀的讓一個人達到幸福 一個人一定要透過自己的歷程 自己的體會 然後來掌握到自己 追求幸福的方式 好 那麼這個是蒙田的哲學 就是一個自由判斷的一個哲學 我說過 哲學其實就是教育 那思想就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 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事情 那這個 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東西方文化的差別 中西文化的差別 這基本上就在這裡 所以教育應該脫離學校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剛剛我們也講過一個重點 哲學如果沒有樂趣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有樂趣 求學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樂趣也是一樣 所以哲學的實際應當以適中為原則 這個適中的話就是談到適當性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的一個觀念 在生活經驗當中 過於不急都不太好 生活當中就是適當 比如說改革過於激烈 讓人家不適應 如果改革的話 過於鬆緩的話等於沒變化 一樣道理 那麼這個是理解是人掌握知識的前提 理解什麼呢? 理解情況 變化 很多同學在上這堂課的時候 特別喜歡問我 那麼如果說是真理不可得 那還追求真理幹嘛? 那如果說是真理的話 腐蝕即是 那為什麼還需要懷疑它? 那麼這個道理就是說 我們所處的環境是變動中的環境 我們所處的環境在變動中不說 我們所處的時間跟空間都會變的 時間會變 人會變老 空間會變 人會面臨的不同的情況 所以說在這樣子的一個認知下的話 理解是掌握知識的一個重點 那麼我這邊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我剛剛讓大家花了30秒鐘時間來看那三個重點 然後說 讀蒙田的東西 就看到了 充滿了現代性的思維 但是這個現代性的思維當中 它是不脫離懷疑主義的 換而言之的話 它還是非常強調古典知識的 非常強調古典知識 比如說這個人的行為是完全不能夠完全預料 或者完全不能夠預料的 人的行為沒有透過普遍原則解釋的 這個就是說什麼呢? 這就是說我們對其他人的行為 這基本上是否定了社會科學成為可能的一個關鍵 因為社會科學的話總是會用心理學 或者是用行為模式設計出一些人的行為發展 然後依此而判斷這個人會接下來做什麼做什麼 那麼這不是不對 而不對的地方是你不該當成一個他因此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如果你認為人必須要這樣做 那就是不對了 所以說因為人的行為在伴随時空條件下 會有各式各樣的轉變 所以我們對於人事物的經驗不應該以當下的經驗為限 所以同學們要特別注意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講起來也就是一個懷孕論的基本的道理 那麼真理必須要經過經驗進行反思 因為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那我們就要獲得知識的保障 那麼一切必須要以經驗為主 因為每一個名詞意義皆因為歷史事件以日常用語為主 這個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這個要以經驗為主呢 因為我們在日常用語當中表現出來是我們的經驗 所以蒙田特別強調政治的事物 因為一開始我介紹過他是波爾多士士的 在實際參與政治的經驗當中 要學習的瞬息萬變的變化非常多 所以說就是他用這個觀念來講 來理解日常生活當中 那麼政治 保守主義成為一個政治上的檔案 理由正是因為在變動世界中 保留一些政治與社會的制度是比較正確的 在這個政治事物當中 大家要知道十六世紀的時候 整個政治哲學是 我認為西方哲學史最重要的轉變 再告訴大家一個口訣 西方哲學史最重要的轉變 除了中世紀是用人格取代神格以外 十六世紀的政治哲學的轉變 出現了一本說出實話但是人人都懂道理的書 就是馬基維利的君王論 他把政治的事情做了重新的定義 這本書的震撼不在於這個書的複雜 而剛好相反在於這個書的簡單 這個書簡單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書在簡單到有一些人他天生就具有這種政治人格 讀都不用讀 他表現出來就是書裡面講的內容 就有這種人 這個馬基維利 所以我很喜歡談論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你一看完以後裡面的內容 你就做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你就會發覺政治當中的變動 其實就是政治的本質 而不是那種世襲妄替 奉天承諭的那一種決定論的說法 經驗主義 變化 所以這個有人會覺得說 在這個課堂中教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是一種不道德的說法 可是你知道 馬基維利這本書寫出來的時候 誰是第一個公開讚揚的讀者嗎? 是我們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帝國 我們現今都感覺到這個偉大帝國的影響力 大英帝國 對 決定大英帝國發展的主要的皇帝 亨利八世 你看看 你寫馬基維利 and Henry S 你就看得出來他最早了解這個政治本質 所以說我們的教導 迫使我們在變動中世界分裂 所以應該教導小孩發文與懷疑 不是以命題的方式強迫他們接受定言的內容 這個你就會發覺說 我們的社會這麼愛搞政治 對於政治的本質就搞錯方向了 大家還會懷疑政治家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這個 我一直很想在台大開一個這個西洋政治哲學史 可是沒有時間 那這個一定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陣容乏饋 這個是耳目一新的課程 因為這裡頭 談到政治當中 因為16世紀的時候 馬基維利出了這個書以後 大家突然發覺 每個人都是靈光乍現 突然明白原來政治跟道德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 好 那所以說連帶的 我們要談的是 小孩子 我把大家也當成一個學生 就是比我小 我都不斷地在教導發問跟懷疑 我覺得 我們整體的教育制度失敗 關鍵就是我剛剛跟你提到那個不自由的那個狀態 85%人在面對聯考之前知道有85%人會面對這個discipline 可是沒有人 沒有15%的人都沒有人知道自己其實是並不受到這種壓力限制 歡迎這是100%的人在這個教育體制內不自由 我問你在這個體制下受教育 你還發什麼問? 你問完以後人家會講說問那麼多幹嘛? 老師要講的題目多做練習熟悉題目考試的形態 將來考試考高分就好了 問這麼多幹嘛? 懷疑 懷疑你就不要讀大學了 懷疑 告訴你答案就在這裡 你還懷疑 你要備註 然後我以前這個算了 別提我的經驗了 結果我後來回想起來 因為我上課不會已經跟大家講我得了強抑症 我以前過去發生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 誰要對不起我 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我就想到了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一個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是自由的 所以我每一次 大家知道我很壞 我每次問你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都準備走了 你知道嗎? 我只知道你問不出東西來的 沒挑戰性 什麼刺激都沒有用 根本就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同學有沒有注意到 問某問題的時候 不管你是哪一種語言 不管你什麼心態問題 我從來沒有拖過三秒鐘回答的 沒有說 像日本人一樣 我剛從日本回來 日本人講話 遲疑是一種對於對方尊重的態度 No No 我沒這一套 我沒這一套 我都感覺到快問快答 都是熱潮式的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我已經看透了這個教育的弱點 這是我受到蒙田的影響非常深 我今天整個是抒發我個人的情懷 所以這個課當中 第一堂課沒上人都錯過了 因為第一堂課是精華 現在的話是昭康 就是跟著重複一下 大家就比一比就知道了 為什麼我們要交代小孩發問跟懷疑 每個人都覺得這是天性 這裡頭有幾種觀念 先你讀一讀盧梭的艾米爾 就知道小孩的教育多麼重要 然後再讀一讀這個蒙田的這個assets 他的論文 你就知道說發問跟懷疑多重要 然後你在整體把我們懷疑論的課程好好地回想一下 你就會發覺說 發問跟懷疑其實是肯定自我主體存在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預先知道一切 也沒有辦法知道事情的理性 無法排除變化 但是這其實是好的 我在這個懷疑論課程中 一直告訴大家說變化的重要性 求變 說這個人的話 你的人心思變 你什麼都好 我不是跟大家講嗎 很多人講說你什麼都好就是不穩定 I'm proud of it 我如果被人家視之為一個穩定人的話 我有今天嗎? 我就是不穩定 人家假設來老月你的寫的東西怕不怕 人家copy你 我說不怕 那為什麼不怕? 我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要講什麼 這個才是好的 這個才是好的 就我的主體性已經籠罩在 我盡量把它擴大過程當中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撒拿克也講過 自由 自由才有樂趣 從心所欲不予局 這是人的最高境界 孔子說的 不是我說的 對不對? 你說從心所欲 予局的話 你活不到70歲 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的話 知天命的年齡就應該想到這怎麼樣達到 16世紀重新發現懷疑論的時候 蒙鐵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在錢壁上 他當過波羅多市市長 哥誰是 你看這個多有文化 我知道什麼 多有文化在錢上面 像我們前面印的那些東西吵來吵去的 人家講說我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 美國人在錢上面講說 In God we trust 是美國人在寫這個 但是代表他們的宗教 但是這個錢 代表錢是大家最重視的東西 所以他的懷疑主義是皮若主義式的 大家知道什麼叫皮若主義式的嗎? 記住一個觀念 這我們上過 皮若主義式就是說 我的懷疑是包含不用大腦的懷疑 我都懷疑的 懂嗎? 教條式的懷疑也是我懷疑的對象 了解這個意思嗎? 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你看這邊意思 就是說 配合先前的保守心態 你到底說懷疑論思想 大家覺得說一定是反保守 你錯了 他是保守態度 以傳統為師 還提出反宗教改革的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在十五、十六世紀 從馬丁路德 今年是馬丁路德提出他的觀點是500年紀念 對500年 剛好500年 今年2017年 他就是16、17年提出來的 1517、1517、1517、1517 500年 這個當時在批判教會的時候 我舉一個比喻 有點不倫不類 但是很接近這個感覺 速成班 就像現在在批評國民黨一樣 一時畏惟瘋潮 人家都覺得大奸大惡 混蛋的集合 我媽媽的組成 不罵國民黨人的話沒有人格 這個時候 當代的蒙田就出手了 怎麼可能? 一件好事都沒幹過嗎? 你知不知道現在大家活到這邊吃得飽 睡得暖 哪裡來的? 難道就是大奸大惡造成的嗎? 難道突然立死真空嗎? 蒙田就幹了這件事 整個宗教改革的過程 大家把教皇罵得一文不值的時候 他突然站出來 我告訴大家 這一種觀念 事實上大家知道整個Reformation叫宗教改革 還有Anti-Reformation Counter-Reformation 你知道嗎? 在Reformation跟Counter-Reformation當中 哪一個佔優勢? 你知道哪個佔優勢? 我們班上好幾個讀歷史的 你讀歷史的嘛 你知道哪個佔優勢? 歷史課本永遠講的Reformation多成功多成功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你想到一個問題 你去歐洲玩一玩 你花錢去歐洲玩 你挑一個時間去 挑十月初 你就會注意到 十月初就是相較於整個生活當中 你會發覺所有舒服的地方 十月十五號以前不下雪的地方 艷陽高的地方 通通是天主教地區 天主教 Legadolic 十月十五號在挪威 瑞典 丹麥 冰島都不要講了 聽那個名字就嚇死了 通通都是不是人過的地方 還有美國 東北角 你十月十五號去看看 我十月初的時候就到過那個 New Hampshire的Darmouth去過 七月份都冷得要死了 這什麼意思? 我告訴大家 宗教改革改了個半稱 適合人住的地方還是天主教徒 法國、德國南部、意大利根本不要講了 你現在去歐洲玩的時候 像台灣傻乎乎的 什麼喜歡去冰島 歐洲人哪有去冰島神經病 去摩洛哥也不會去冰島 只有沒看過雪的人才會去冰島 人家去玩 當然是法國跟意大利 德國南部就是勉強 到Fusion看一看天鵝堡就算了 好玩的地方 當然是這個意大利 西西里 對不對 這個要觀光 要有知識 誰要動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要強調什麼? 宗教改革並沒有像大家想像中的 那麼成功 主因是因為打擊哲學對宗教之懷疑 打擊 因為哲學非常批判 那個理性教會不足以代表理性能夠批判的過程當中懷疑 所以我們覺得 好 奧迪亞分成八點 來談一下蒙田的懷疑論 但是我已經把這個問題丟出來了 這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是皮若士的懷疑主義者 等於算跟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期末考要考的題目了 這個觀念你要理解 身體力行 放在心裡想法 但是如果說 我舉那個例子很生動 突然出現萬惡的什麼什麼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天底下沒有萬惡的 如果是萬惡 他不會成立 我有一個受過教育的爸爸 他私下跟我講 我跟他講說 你怎麼搞得家裡全丟在大陸 都沒有跟著一起帶出來 台灣這麼好 萬惡的共匪在那邊欺負我們的 我爸爸私下跟我講 等我稍微懂一點事 他跟我說 他說 我們讀書人沒有一個思想不著情的 哪來的萬惡的共匪 只聽過萬惡的國民黨 我一聽嚇了一跳 人生啟蒙 生命的昇華 突然覺得整個世界 突然家裡大一滅青的機會到了 趕快要檢舉匪諜了 我爸爸想說 我們那個時代是讀書人的那輕鬆感覺 後來我懵懵懂懂的 以後我自己一到大學 接觸一點左派思想 因為我現在東海讀書對面就是楊逵在東海花園 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 一接觸 發覺 悲天憫人的情懷 講了個半天 後來發覺各有優點 一個是傳統 另外一個是激進 發覺其實都一樣 可以抓過來各發五個獎盃 也可以各打五十大板 沒有答案的 所以我就有一種強烈的自我啟蒙的感覺 有這種感覺 當然我爸爸他說的是非常籠統 就是說 因為我問他這個問題 他也很難過 就是說他根本就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就事實上 讀了半天書的話 整個趨勢 我有一個讀書人 我叔叔也是讀書人 跟我整天講說 要寫原諒的話 相信新文化運動 寫白話文 後來寫著寫著 發覺沒有用了 改成文言文 我後來發覺跟我讀的書很不一樣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說 我要告訴大家說 任何事情的判斷不要太極端 至少你是年輕人 我是假裝年輕 但是我表現的精力充沛的樣子 是因為我很緬懷我過去懵懵懂懂的歲月 你們現在這個一切真相大白的時候 反而糊裡八嘟的 那不是很可惜嗎? 是不是? 所以理性限制論就是說 理性不能幫助我們做判斷 因為理性總是以當下的感覺作為判斷的基礎 正反相當論 這個也不用講了 就是說是我剛剛講的 萬惡的共和美根 萬惡的我什麼都亂講的 萬惡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們是正反相當的 所有的隨著論證的能力而產生了勢均力敵的趨勢 剩下用情緒做判斷 其實是我們不應該有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中 存而不論的現象並不會自然發生要想盡辦法加以規避 就是壓抑住我們的情緒 讓很多事物的判斷存而不論 萬惡變化論就像赫拉克利圖史一樣 赫拉克利圖史這樣 一切事物都在變化當中 辨識私人的唯一的情況下 我們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判斷 因為一旦我們做了是什麼的判斷的時候 它就不是什麼 同樣的 同樣的是什麼就不是什麼 因為正反相當 然後理性 觀點 真身意見 接納其他意見的原則 並不是為了要反對某一論證 同學們 請大家注意這句話 好 我應該把它用紅字標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接納不同的意見 並不是為了要反對我們原先已經接納的意見 真身的原則 英文這個字非常漂亮 叫Proliferation 你看那個草一起漲起來叫Proliferation the grass prolifies 這是 為什麼這個字是這樣的 就是說接納某一論證的原則 就是為了要以寬容的態度 呈現原有存在事物本身之中的多樣性 像我們現在多樣性當中生物講求多樣性 人的生存是靠多樣性 人的所有的發展的理念中是靠多樣性 我們會要求大家盡可能要寬廣 不要狹隘 寬廣跟狹隘之間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要求國際化不要本土化 本土化不要忘了本 國際化不要忘了自己學習的機會 這裡面當中的話最主要差別 真身的原則是能夠擴充我們的世界 所以我有的時候 我必須覺得很光榮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問我 你不是學哲學了嗎? 為什麼你啥都能講?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本身就覺得很得意 只要你以為我什麼都能講 我就很得意了 因為事實上我並不是什麼都能講 我物理 生物 化學 數學 我都不能講 但是我都避開了 給人家製造這種感覺 我什麼都能講 就是我不斷地在學習 我的重點不是在行騙 我的重點是在學習 當我每一次 你知道嗎? 我一直不斷地說 我能夠達到什麼樣的境界的時候 那境界之外就是我學習的對象 就是說如果只有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克服自己學習上的怯懦 對不對? 很多人的話就是 很多人並不是沒有能力學習 而是害怕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折 是不是這道理? 英文就是個例子 英文就是個例子 你以為我英文講這麼好沒有經過丟臉的過程嗎? 我告訴你 我學法文的時候 出過多好的笑話 要不要聽一下笑話 我講一個法文的笑話 講一下好了 因為今天天氣太好了 難得 艷陽高照 有一點黃 但同學知道老師其實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就是我學法文的時候 我都是用中文在學法文 其中剪刀叫les 匙匙 然後香腸叫les 匙匙 香腸叫les 匙匙 剪刀叫les 匙匙 所以有一天 我就常常這樣記 因為我們中文都是用音 像日本音一樣 子音加上一個母音就會念了 子音加上 匙匙 這樣學得很快 可是有時候快就會運輸則不達 有時候我跟我隔壁的人 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他叫Jean Paul 跟沙特一樣的名字 Jean Paul 我叫Jean Paul 我故意裝得很流利 因為你跟比利時人講法文的時候 你如果不流利他都會覺得很便宜 因為法文是很流利的語言 Jean Paul 我一起 我就說你有沒有香腸借給我 那個Jean Paul一看嚇了一跳 看一下女朋友 然後第一次講說 有 但是我用的是複數 他說我只有一個 他跟我開玩笑 所以我才覺得很丟臉 但是從此我再也不會犯這個 So C跟C所有的錯誤了 從錯誤中學習 事實上的話 真身的目的就在這裡 好 正負二元 真理跟存在跟正義 這些根本就不是人所能夠擁有的知識 這是我們懷疑論的課程所要強調的重點 在蒙田的這個解釋當中變得非常清楚 對於這些知識的否定 導致極為強大的懷疑精神 為誰 為我們下個禮拜要上的迪卡爾鋪路了 迪卡爾 我是過 我在 Je pense que je suis 這個人 I think therefore I am 這個人的哲學裡面的內容 下禮拜是我的拿手好戲 我最拿手的 我用中文來講迪卡爾我最清楚 所以大家可以精彩可欺 但是我跟你講一樣重點是在第一堂課 剩下的兩堂課就是昭康 所以大家就精彩可欺 隨便了 那麼因為這個立場 強烈地反對眾人之見 以至於在現代哲學之初 知識之正程轉向於內在知識 這個觀點 這是哲學中很重要的一個脈絡 大家在認知過程當中 會轉向數學也是這個道理 好 概率 probability 那麼蒙田的懷疑論立場 這是原來在整個中世紀當中就有probability 背因斯 我跟你講 probability的理論 叫背因斯Theorem Basing B-A-Y-S-I-A-N 是17世紀的 所以同學不要以為說 科學中的那個probability 是20世紀的錯誤 為什麼呢 在語言當中很自然 如果你否定了絕對真實 那你就會選擇最有可能的 而最有可能的就是probability 最有可能 就是蘇格拉底的結問法一樣 總是以最有可能的答案 為真正的答案 所以所有人在看到 知道上 中 下 選擇以後 就會做出中間的選擇 自然而然的結果會做出中間的選擇 這件事情人類老早就知道了 我們起飽作國在幾千年就知道 只是說沒有辦法用那種 數學的工具算得這麼清楚而已 但是講的probability是一樣的 從蘇格拉底開始就是一樣 因為你知道絕對的真理不可得 然後你生活當中又不能夠停止 那你當然是找最有可能的東西作為論證的基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第七個自然判斷 判斷不需要提出原則 尤其是預算的立場 對蒙田而言 懷疑固然重要 但主要目的仍然以追求智慧為主 那麼並以此為樂 所以判斷等於是發揮自然所長 以自然的判斷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自然的判斷重要 我跟大家強調 真、善、美、三件事情 這基礎的基礎都是自然 選擇的過程中的基礎是自由 自然加自由 你會發覺一個人的美 當然是自然 你會看到一個鄉村裡面的人 你會覺得桃花園跡 如果桃花園跡裡面在到了桃花園 仿佛若有光 然後靜太圓中 然後突然桃花園跟他講說 你可以跟我照相 但是每照一次三十塊人民幣 都不一樣 對不對 很不自然 怎麼會有金錢的污染 對不對 然後講說不是金錢污染 我穿這個樣子給你看 你會覺得很噁心的醜陋 對不對 就不散了 也不美了 當然不真 所以說這個我記住 這個認知 所以自然的判斷就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在文藝復興時代中 最主要特點就是人文主義 就以人為主的思潮 我把它翻譯成人本主義 後來人家說沒聽過這個東西 就改成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就不如我要想表達的 加上地理大發現 各地傳教師跟商人帶回來的封土字 讓許多人發現 人所展現的一切文明跟生活 其實都是習慣發生的作用 真的有作用的是習慣 因為對於習慣的了解 這是David Hume的觀點 我們這個課最後結束 最後一個人介紹是David Hume 修慣 英國的經驗主義者 大家相信我 我介紹的都是這個愛馬仕等級的皮包 我不會介紹LV那種刺激貨 那種Coach我看都不看的 我這個雖然免費送給你 都是愛馬仕 這種愛馬仕等級的哲學家 大家覺得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介紹幾個什麼柴契兒 什麼什麼的 我說那個都是比Coach還不如的地攤貨 那就不要談了 好 那麼這個強調習慣發揮的力量 所以習慣在蒙天的心中是習慣 他的心中 對我心中也一樣 要養成習慣 懷疑 懷疑的習慣 不要太熱情 要懷疑 第二個要想像力 習慣發揮你的想像力 在認知的過程中要能夠發揮想像力 這個就不用我講的 這一般生活當中都知道 金運Fortune 對任何事情都是要找到那個可能性 反對理性 反對意志 構成反對自以為是的力量 習慣合起來 構成反對自以為是力量 能夠不斷地檢討自己 無日三省無聲 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三省無聲 寫不出什麼特別好的東西 但是慢慢慢慢要把這個自我反省的道理寫出來 發覺很不容易 發覺很不容易 人要在別人面前承認自己有錯 一定要別人狠狠地用語言像刀子一樣 或是像手掌一樣在你臉上啪啪啪幾個耳巴掌才能夠打醒 很難 你沒事你惹這個麻煩 那你自己把你的思想變成巴掌在臉上啪啪啪啪打醒 太難了 太難了 我自己嘗試過幾次 搞得一整夜睡不著覺 就發覺兩個人都是一個死不認錯 另外一個說你一定有錯 後來我講說你一定說他有錯的人 但是後來很累就睡著了 但是這搞不清楚 你為什麼一定要說他一定有錯呢 就是不夠充分 這其實都是我自己在這邊檢討 所以無日三喜無深 為日無無不中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信乎 太難了 像你們叫你們晚上說說去預習一下工作 說今天晚上有空的人 24小時內到了明天早上10點鐘的時候 看一下蒙田的資料 寫一個500字的簡單的記錄 交給這個 透過Email 交給上帝 不要交給我 我沒時間讀 然後沒有人做得到 叫你寫Email給上帝當然也沒辦法記了 不過沒有人做得到 為什麼沒有人做得到? 太難了 生活當中的priority一大堆 哪有機會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 所以說 其實講穿了就是 那我們只好遵循自然 也就是生活習慣的養成 生活習慣養成 習慣不但知道我們什麼為真 也賦予事物的合法性 這個Hume David Hume 是我認為現代性的最重要的兩位哲學家 講哲學 講這個人性 只有一位就是盧梭 講哲學的話 一個是迪卡爾 一個是David Hume 他們都是講求懷疑的 Hume認為習慣力量大 原因反而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力量大 習慣在我們生活當中的養成過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批判 懷疑 都是針對我們的習慣而來的 我們習慣會產生一種自然化的過程 自然而然的過程 而自然化的過程中 會把不自然的東西當成自然來對待 這就是習慣的力量 好 雖然如此 我說過 蒙田是疲弱主義式的懷疑論 不是相對主義的 因為習慣受到個人判斷的反思、評價與挑戰 那蒙田以這個觀點來批判狂熱的宗教分子 這個很重要 宗教分子 好 我們結論了 這個首先第一句話 蒙田提供了一種生命哲學 在這個生命哲學當中 他強調的是生活中的實踐 自然的領域 在日常生活底下所能夠體會到的 常識也好 知識也好 甚至見識 那麼跟一般所謂的哲學大不相同 這種哲學在追求任何的情況中都做了判斷 而這些追求的目的 都是為了生命中的幸福 同學們也可以了解到 在生命當中的認知 但是我們所有的努力 這個是一個我們基本的一個共識 我們在生命當中的追求的每分每秒 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為了幸福 同學會覺得說老師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 因爲什麼? 因爲幸福只有你個人可以定義 我不能夠取代你來幫你定義幸福 你懂嗎? 每一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有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這樣做的話根本就是在折磨你自己 那個人講說你忘了 我有自虐症 他覺得很幸福 人都覺得說 所以你光看別人不了解 但是每一個人自己替自己定義幸福 都追求 所以在這層意義上 蒙迪是追求生命幸福的哲學家 我還打了一個驚嘆號 我說坦白話 不是我 你一般來講 課當中看不到的莫丹尼爾 Michel的莫丹尼爾的這個哲學 因為我就是 我第一次看到他 看到這個哲學的時候非常驚豔 覺得說這對 這是觀念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結論四點 這個也是我們上懷疑論課的時候的一個結論 第一點 不依附任何理念 持續調查所有理念為思想的對象 對不對 我們以前就講過這句話 不依附特定的理念 第二個 訓練自己從新的事物中重新檢視 訓練自己 嘗試新的事物 重新看待生命的態度 我跟大家說過 講講你不會相信 但助教知道 我大概九個月要換一次新的生命 大概是這種情況下 然後這個面對生活新的挑戰 然後能持續的就持續 不能持續的就不做了 大部分也都衝過來了 因為有新的面向 有新的面向 有新的認知 改變很多 然後檢驗時代的信念 在反省這個信念 這些信念跟教育 我要讓大家了解一件事情 德文有個字叫 Zeitgeist 時代精神 每一個時代當中有它一個認知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我有的時候在開玩笑說 如果我們有一天回頭想到 如果我能夠再活三百年的話 回頭想到今天在台灣的時代精神 你會用什麼名詞來代表? 迷茫 迷茫 你用什麼精神來代表? 沒有意見 你會用什麼精神來代表? 如果回頭想三百年 如果你能活三百年 別難過 跟今天長得一樣 三百年後 你會怎麼樣? 你用什麼態度來看待今天? 有這個同學他講迷茫 這個就是 我跟你講 在任何時代人永遠是迷茫的 所以這不是答案 也是永遠的標準答案 但我會覺得我們在生命中 在這個時代中 是在變動中追求穩定 我們完全 有的人注意到外在環境變動很大 有的人認為追求穩定是可能的 就是說我們總是在變動中追求穩定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時代 所以說我們要對這個時代進行反思 我們在變動中追求穩定的很多人認為說 有人以穩定為先 有的人以克服變動為先 所以思想觀念不一樣 他的哲學只追求認真與判斷 其餘的都不重要 就是你很認真的做判斷就夠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追求人生幸福的哲學 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得認真 他一開始他有一個理念是他覺得 人的行為是完全沒辦法預期的 你聽到 對 對 可是後來他有說大家是追求幸福 幸福 對 那以追求幸福這個可不可以作為依據去預期人的行為的方向 我針對這一點特別說過 可能是因為我講話順太快了 我首先說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最高的共識 就是追求幸福 對不對 我剛才說過 但是我在補述 追求個人認知下的幸福 我剛才舉了自虐狂作為例子 對不對 換而言之的話 為什麼我們一方面相信所有人都在追求幸福 而另外一方面相信 幸福沒有辦法經過別人的方式來幫你定義 因為只有你自己知道 但是為什麼說每一個人都一定朝向幸福呢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物種 你在動物身上看到 他以活下去為主要的目標 這叫self-preservation 對於活著對他來講 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的來源 所以基於這個認知上來講 以這個幸福作為一個形式性的概念 說每一個人都會追求對自己好的事情 我們中國話叫知好歹 叫知好歹 那換了一句話來講 換了一句話來講的話 就是說 至於說我認知的好歹 用我認知的結果來判斷你的認知 或者判斷你的認知 可能會對的 否則我們怎麼可能教書 我都採取一種最probable 就是最可能的情況來跟你溝通 那這個能夠跟你溝通的基礎是什麼呢 所以就是說我對你的行為大致上我有個認知 但是我不會絕對的能夠預測你的行為 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 我這個問題很好 讓我有機會 來 同學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這個同學非常主動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那剛剛老師以上課一直講到 就從中世紀到現在是 就一直講到主體性 那但是主體性 聽起來就真的是 一定就是一件好事 沒有主體性一定就是一件 也無所謂 對 好 非常好 哪一系的 好 不認得 相見兩不厭 我告訴你 安排的暗樁 故意問這個問題 首先 我先因為是 我為什麼講到主體性 我會說 自由 是我們在做判斷時候的動因 也是我們最期待的條件 對不對 自由 我為了解釋這個自由 說 像台灣大學是號稱全國最自由的大學 所以第二堂課才來的同學 就失去這一段 因為他剛剛還針對這個問題問了 我用非常尖銳的方式回答了 可能這個痛到現在還在 可能還在 I hurt him in order to let him understand precisely what I intend to say You are illiberal 我就說 自由 在全台灣號稱最自由的大學裡頭 都沒有辦法真的被完全實現 我是講這個問題 對不對 因為用到了 這個大學聯考的制度 然後我說 因為不自由 所以在學習的興趣 跟學習的樂趣 還有進一步發展的過程當中 就沒有辦法得到了一種完全負責任的一個價值 我是不是這樣講過 然後我就說 哲學就是教育 哲學就是教育 自我思想上的開展 就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而這種教育再加上態度的結合就是自由的條件 作為必要性 這個是邏輯上你都 你學哲學的 你邏輯一推 你換著符號你也推得出來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來了 自由中的關鍵 因為自由是一個很空泛的東西 就是美國人的自由我們還不覺得自由 日本人的自由我們覺得非常不自由 我們的自由日本人覺得非常不自由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認知 對不對 你現在的自由當中的話 比如說我自由可以吐彈 日本人覺得是非常不自由 對不對 你一個突然以後誰幹什麼都不一樣 感覺上認知不一樣 好 那就回到談到幸福的問題 就是說只有你個人才能夠決定 只有你個人才能夠決定 你要什麼樣的幸福 你要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才是自由的 但是你的幸福跟自由有一點差別 幸福是你個人定義的結果 你要努力的目標是long term 長期 自由的話是當下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自己要有興趣 要有樂趣 好 那我們有三個理由說明主體性的重要性 第一個 你做事情要有動機 上課就有個樣子 大家非常熱衷地在學習 這個是主體性的發揮 因為主體性的發揮 我才知道我們的客體性 客觀性在哪裡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 每一個人都是虛無主義者 每個人躺著 認為穿衣服跟不穿衣服 道理都是一樣的話 我們怎麼教育 沒辦法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是第一個 主體性 第二個主體性的話 對你個人來講 本身也是肯定自我的一種方式 為什麼 因為你做任何的決定 我說 我不要 如果說這個同學 你對我而言永遠是一個被我規劃的課題 這句話對你來講是一個insult 是一個羞辱 就我要在整個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要問到我自己要做哪一部分 比如說現在很多人講 我要薪水薪水 我要三萬六八萬七萬八的 我說不 薪水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要做什麼 我們很多人做義工還沒薪水了 重點是要做什麼 這種認知它是有它的這個重要性的 一種自我肯定 自我尊重 還有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講到本身在時代的進步過程中 我必須強調我們進入一個主體性的時代 大家知道我們從客體性的社會到主體性的時代 你知道什麼叫解嚴嗎? 我們解嚴其實轉換就是從客體性的時代 轉換到主體性時代 我們原來客體性的時代的話 是大家都知道明天要做什麼 主體性的時代我們不知道明天要幹嘛 但是很多人都認定 現在的社會的自由開放遠遠就要過去好 我都打個問號 我跟你講 我都打個問號 我從來按照我的懷疑論的觀點 按照我的人生哲學 我不認為這個事情絕對好 但是我們的時代精神現在是一個主體性的時代 所以你這個問題本身很有含義 你問題本身就在質疑這個時代的精神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誰能給這個答案? 現在大家講解嚴以後你隨便能幹嗎? 你上YouTube什麼隨便什麼都能看到 好嗎? 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滿足了你個人求知的慾望 這個主體性沒話講 但是你看完以後對你的有什麼好處 我倒是保留 我不知道 我不能夠替你做答案 但是我的認知態度 這個我講的每一點 跟我的懷疑論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 來 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還是大家都很想下課了 你代表一下 意思一下 老師 那我們下課吧 好 謝謝 我們下課後 如果是一個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